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还完成得十分勉强 生活的魔力在于 它总是能在不经意间 用自己的琐碎去彻底瓦解 你愿景蓝图中坚不可摧的地霸 而察觉总是猛然间的事情 等你发现时 失落的情绪早已泛滥至 周深的每一个毛孔里 我们只能任凭焦虑和崩溃的洪水 将自己淹没 对于我而言 怅然若失的 不仅仅是这些必然难以实现的新年计划 我被哀地发现 自己似乎正在逐渐丧失一些 我曾经视为幸福感必需品的精神品质 比如简单 天真 平静 以及相信一些事物的能力 坦白说 这令我感到恐惧 并因此惊醒 前几天晚上加完班之后 我和同事们乘坐一辆出租车回家 我疲惫地窝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刷手机 坐后座的同事问出租车司机 师傅 你们这雷锋车队是什么意思呀 这时我才抬起埋在手机瓶里面的眼睛 看到那个印着雷锋头像的摆件 它被放在副驾驶的挡风玻璃下面 司机师傅印着后面的提问 哦 这个呀 就是每个月都要去做一些公益的事情 比如免费接送一些老人啊 残疾人啊 这不 前两天大雾霾 机场疯了 我就免费接了两天机场支流旅客 真的这么神奇吗 实话说 这就是当时我的心理反应 于是几乎是处于本能的就问他 那加入这个雷锋车队 你们出租车公司应该是有一些特殊的福利吧 当时我的心理答案是 肯定是由于公司的福利性鼓励 比如免除分子钱 司机师傅才会想不开加入到这么一个车队 当然还有一个备选答案 就是这是公司强制要求的 做给上级领导看的形象工程而已 答案亦如这俗事所意外 出租车师傅意味深长地干笑了一下 回答我们 哦 这事纯属自愿 我们每个月都会去做一些公益的事情 没有任何回报 都是大家自愿的 我记得我听完司机师傅的解释 念到了这么一句话 要是这样那真的好高尚啊 现在想来 司机师傅多半将我的那句话 听成了半信半疑的嘲讽 或者他早已经习惯了 乘客的这种满嘴利益味道的质疑了 是的 这就是我想我必须警惕的一种状态 当利益和财富攫取 成为我们攀登的顶峰 天真和简单的智慧 就必然变成了崎岖陡坡的另一面 成为一个巨大而幽暗的心灵滑坡 坠落成为每个人的宿命 每个人宿命的映照下 时代的坠落也显得岌岌可危 乃至成为一种必然 像我一样 我变得越来越事故 越来越多于反省和思考自身 赖以支撑自己的价值观 仿佛注立在一片沙地中 不需要多大力量的冲撞 就可以轰然倒地 我学会了越来越多的技巧和策略 丧失了越来越多的趣味和新奇感 乃至对一些新鲜事物 充满天然和本能的自我排斥与恶意嘲讽 也是前两天 一个朋友在微信上和我聊天 聊起来他明年想做的一些项目 大体上是个公益项目 我知道他的想法之后 几乎是很自然的 就敲出去这么一句话 这事儿能赚钱吗 这真是令我既惭愧又惶恐 今天中午和一个久不见面的老朋友见面 我们在咖啡厅里一边吃着减餐 一边闲聊他最近的一个小项目 期间突然冒出来的一些想法 也实在令我感到不好意思 朋友是个七零后 人到中年却刚刚晋升为幸福的奶爸 面对新生命的喜悦 老大哥激动又惶恐 不知道该给自己的第一个孩子 一份什么样特别的礼物 恰好他是个导演 于是不知道哪根筋抽了 愣是在老婆怀孕七个月的时候 自己带着一名摄像师 去非洲大草原浪荡了一圈 还拍回来了海量的饰品素材 收集到了无数种大草原上野性动物的吼叫声 他想将这些素材剪成一个小片子 作为送给孩子的特别礼物 朋友手舞足蹈地聊个不停 但我内心的一个疑问却越来越强烈 于是问了出来 去非洲拍动物这事儿没人给你投资吗 你做这个片子是要卖给谁 因为看着他初剪的预告片 我隐隐约约感觉 这种类型的片子恐怕是卖不出什么价格的 因为承担了太多他作为一名父亲的个人情感了 而卖不出去的片子怎么会有人做呢 非那么大劲跑非洲做这些无用功干嘛呢 没想到从这个想法的实施到非洲的拍摄 到最后的剪辑成片 全是我这位朋友自费的 坦白讲 我当时有一瞬间是懵的 我心想 就算你发财了 也不能这么浪啊 朋友尴尬地一笑 很实在地说 我就是单纯地想送给孩子 一份特别的礼物 正好赶上他老爸是做导演的 我也想不出什么别的 况且老哥我四十多了 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情 机会已经不是太多了 这一席话听得我很感慨 真的 在大的时间跨度上 虽然我们都是尘埃 但的确有一些尘埃 可以飘向远方 而支撑这里尘埃生疼的 必是卸下俗事与俗物的轻选择 但我的个人经验是 这个时代 似乎正愈发令人们感到沉重 而不是清零 大家背负和需要承载的东西 都越来越多了 每个人都蹒跚得 像个负重的罪人 所以最先扔掉的 一定是那些看似无用的品质 和无意义的标识 慢慢地 大家背上剩下的东西 都弃尽相同 无非是房贷 车贷 升迁 赚钱 和回扣 但唯一的问题是 扔掉了那些标识 我们如何判断 我们走了多远呢 我们又如何判断 自己的方向呢 又是一个朋友 最近不知道受了什么打击 总是在朋友圈中 发一些令人沮丧的言辞 看样子 似乎是被人所负 而自己的真心 又被人所不理解 他写道 从今天开始 除了钱和自己 我什么也不信 别再跟我谈感情 也别再跟我谈信任 这一副 与世界为敌的样子 令人想安慰 也不知从何入嘴 我不知道 他最近经历了什么 也不想跟他谈什么感同身受 现在这里 只是因为 我也曾经有过类似的心境 其实 有时候 我们只不过是太爱自己了 以至于很多时候 自己只是简单地 遭受了别人两个白眼 就立刻感觉到 全世界都在和自己过不去了 就像很多时候 我们不懈地扔掉了一些 毫无意义的东西 然后竟然在心里开始认为 自己的做法和观点 就是这个世界的标准 我们不相信 别人会保留这样的东西和品质 以至于 当它们展现出来的时候 我们会嘲讽地说一句 绿茶又在装了 这个时代的怀疑太多了 这个时代的相信太少了 大家都小心翼翼地 隐藏自己相信的能力 以至于很多人 陷入只相信自己 和只关爱自己的牢笼中 紧张地全身发抖 警惕着周遭的一切 也觊觎着周遭的一切 虽然生活经常将我们撞向虚无 虽然现实的嘴巴 经常互相而至 虽然这世界 亦是如此糟糕 但 我想我们还是应该相信点什么 否则 如何对抗着虚无 如何承受那掌握 如何面对脚下的焦土 和远方的糟糕呢 不是吗 就像我作为一名承德人 至今我依然坚信 牛肉板面 才是中华面条界的扛靶子 板面中煮得发黑的鸡蛋 才是最好的 板面里的辣椒 才是辣子界最厉害的 你是谁 你拥有谁 时间啊 都忘了谁 找一个地方 让我能够更坚强 就像在梦里的天堂 找一个方向 让我自由的飞翔 和所有的悲伤 优优独播剧场——